让靠靠的身影 无缺心 直到我们 看见无心 弟兄姐妹平安 早晨求主赐给我们能听的耳 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 让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 一起来敬拜祂 求祢给我一颗谦卑的心 给我一个手脚的灵 好让我能走在祢的旨意里 如同耶稣的生命 求祢给我一颗谦卑的心 给我一个手脚的灵 好让我能走在祢的旨意里 如同耶稣的生命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更深的依靠 但在相信祢 神神祭祢为祢 一生要跟着祢 求祢给我一颗谦卑的心 祢给我一颗谦卑的灵 好让我能走在祢的旨意里 如同耶稣的旨意里 如同耶稣的生命 如同耶稣的生命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更深的依靠 帮助我更深的依靠 淡淡相信祢 神神祈以為祢 一生要陣隨祢 幫助我 更多地祷告 幫助我 更深地依靠 淡淡相信祢 神神祈以為祢 一生要跟隨祢 淡淡相信祢 神神祈以為祢 一生要跟隨祢 耶穌我們讚美祢的名字 主啊祢是我們的神 祢是掌管我們生命的主 主啊祢我們一生都能夠跟隨祢 都能夠盡心盡心盡意盡力地愛祢 謝謝耶穌我們讚美祢的名字 祷告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親愛的主當我們來到祢的面前祷告的時候 我們何等的喜樂 主我們何等的享受 主能夠到祢面前的祷告 主我們何等的感恩 謝謝主奉耶穌的名祈求 Amen 祷告是一種關係 我們看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到十節 所以你們祷告要這樣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遵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要學習如何正確地祷告 如果說正確地祷告 那當然最好的典範跟方式就是主導文 因為這是主耶穌他教導 門徒祷告的典範 我想不會有比主導文更權威的教導了 那我們看主導文就讓我們看見 一個正確的祷告 最主要是第一個 要有一個正確的優先順序 所以祷告的優先順序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個就是祷告的方向和內容 就是你的祷告的方向和內容 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兩件事情來決定 你是不是正確地祷告 因此祷告首先要確定的是什麼 就是你的對象是誰 耶穌教導門徒祷告說 所以你們要這樣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 意味著我們祷告有一個對象 我們不是像空氣祷告 我們不是自言自語 所以這不是一個宗教行為 我們乃是一個像一位愛我們的天父祷告 像愛我們的天父祷告 你看我很喜歡羅馬書八章三十二節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捨了 岂不也把萬物和祂一同白白地赐給我們嗎 所以你看見 當我們向我們的天父祷告 是些兒子 兒女向天父祷告 天父祂真的連祂獨生愛子都願意 願意為我們捨了 祂還有什麼不願意給我們的呢 祂一定會給我們 並且馬太福音七章九節說 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 反給他石頭的呢 怎麼可能呢 你的兒子向你求餅 你給他石頭 你的兒子向你求魚 你給他舍 你不會這樣做 因為這是你的孩子 這是你的兒女 他向你祷告 他向你祈求 他向你要 你真的什麼都願意給他 因為你很愛他 因為你很愛他 這是你的孩子 所以祷告 我們首先要確定一件事情 你是像一位愛我們的天父祷告 這是個以關係為基礎的祷告 這不是一個利益交換 不是利益交換 我做什麼跟你交換 不是 這不是一個利益交換 這也不是律法上的宗教行為 好像我們祷告 在那邊幾點數一樣 祷告幾點就可以兌換什麼 這不是律法上的宗教行為 當然祷告更不是做功的 不是用祷告來做功的 祷告就像一個孩子 告訴父親說 他的需要是什麼 這跟一個陌生人 跟你開口要是不一樣的一件事情 這是祷告最優先要確認的 有一次我們家女兒還小的時候 我跟他一起去逛街 他突然看到一雙球鞋他很喜歡 他突然跟我說 突然我說 爸爸我們來穿情人鞋好不好 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 我每次要跟他說 我們來穿一樣的 他說不要不要不要 可是那天他突然跟我說 爸爸我們來穿情人鞋好不好 我心裡我一聽就明白 他是要我買給他的意思 這個父親的心很能夠理解 但他講的這樣的感動 我當然馬上就買給他 當然而且只有買一雙而已 不會買兩雙 因為他的意思就是 爸爸你買給我的意思 所以我很懂的 所以這是一個關係 他不會像路邊隨便一個人說 我們來穿情人鞋好不好 這不是很奇怪嗎 因為他是知道 他是跟他的爸爸說 我想買這雙球鞋 我們一人買一雙吧 這個很可愛 這個就很有意思 我們禱告要很肯定地說一件事情 就是這是我們在天上的父 我想這是必須要很確定的一件事情 到神面前來 是到愛我們的天父神的面前 他很樂意 樂意 他連兒子都給我們 他一定給我們的 很樂意賞賜給我們的 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就是禱告要對準神的心意 所以對準神的心意 祷告是要先放下自己 你來到神的面前 你要重新對準神的旨意 願神的名為神 意思是說 你在祷告 你不能讓神的名受羞辱 如果這件事情成就 讓神的名受羞辱 這種事能祷告嗎 主啊 祷告讓我作弊能夠順利 作弊成功之後 你能夠做見證說 我這次考試都沒有讀書 完全靠作弊 而且神聽我的禱告 都沒有被抓到 神的名被你羞辱 我們說願神的國降臨 意思是什麼 神的國降臨的地方 就是神全然掌權的地方 我們願意讓禱告 讓神掌權在我生命中的每一部分 讓我的工作 讓我的婚姻 讓我的服事 讓我所有的一切 神啊 求你在我生命的每一個部分 都能夠掌權 那當然 神能夠掌權的地方 意思也是 讓神的旨意 能夠通行無主 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在我生命的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地方 都能夠 都能夠讓神的旨意 通行無主 所以這就是我們禱告的 第二個優先 要讓神的名 要讓神的國 要讓神的旨意 在我們的家 在我們的辦公室 在我們工作的範圍 在我們的小組 在我們的教會當中 能夠掌權 你會看到 當神的國降臨在我們的婚姻 當神的國降臨在我們的辦公室 降臨在我們的服事當中 當神的旨意 能夠在我們的家裡面 辦公室裡面 我們的服事的當中 我們的小組中間 你看神的旨意能夠通行無主 是神的旨意在那裡掌權 也是神的國在那裡降臨的時候 神的名一定會得到榮耀 阿們 所以當你禱告的時候 你會發現羞辱神的旨意的事是不能做的 你一禱告就知道這個事情如果成就 神的名會得榮耀嗎 違反神的旨意的事情是不能做的 因為如果這不是神的旨意 你去做 神不掌權的 神怎能夠掌權呢 所以你禱告的第二個優先順序是甚麼 是讓我們要先對準神的旨意 我們要先放下一切 放下一切 所以禱告是一個調整的過程 當然我們有我們的想法 我們有我們的計畫 我們有我們的渴望 我們有我們的夢想 可是當你禱告 禱告越是禱告的時候 神開始會調整你 神開始會調整你 神開始調整你的方向 神開始讓你看見 你這個禱告裡面 其實裡面有很多不討神喜悦的地方 但你開始禱告 你發現如果這個事情成就 好像神也不能夠得榮耀 你開始調整自己 你開始改變自己 所以禱告不是改變神 禱告不是強迫神 禱告不是恐嚇神 禱告不是叫神做甚麼 禱告是先讓我們願意完全順服在神的旨意當中 我們願意放下 把你婚姻的主權交給神 讓神的旨意來掌權 把你工作中的痛苦跟掙扎 交給神 讓神來掌權 我們只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 我們相信神來掌權 我們把時間交在神的手中 有時候我們很焦慮 我們真希望 我們真希望 我們一禱告 明天神就改變 明天一禱告 丈夫就悔改 孩子就悔改 老闆就悔改 牧師就悔改 有時候我們很相信 我們希望把禱告好像一個仙女棒一樣 我們希望一禱告就看見 其實禱告 在第一個階段裡面 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讓我們能夠完全 順服在神的旨意 神的時間表 我們願意完全交給神 讓神來掌權 而當有一天神成就的時候 你真的知道 這是神成就的一切 我們為神得榮耀祷告 所以求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在為各樣的需要 在祷告以前 我們藉著祷告 我們需要先調整我們自己 我們需要重新對準神的質疑 你看耶穌的祷告 耶穌在科西馬尼元 祂最痛苦的時候 祂的祷告是什麼 祂說我父倘若可行 求你叫這杯離開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所以你看見 耶穌的祷告 最終的目標是什麼 讓我可以照你的意思 讓我能夠順服 祷告讓我們能夠順服 而我們也發現 當我們能夠順服在神的旨意中 真的只要我們明白 我順服神的旨意 就是神的旨意的時候 你開始祷告 原來一書五章十四節說 我們若按照祂的旨意求什麼 祂就聽我們 這是我們向祂所存 坦然無懼的心 阿们 大膽的祷告 努力的祷告 信心的祷告 坦然無懼 因為我們已經明白神的旨意 哈利路亞 讓我們自己來祷告 第一個祷告是 我們為自己祷告 每一天能夠享受祷告 祷告是關係 不是做功課 是在祷告中 跟天父建立美好 親密的關係 為自己來祷告 同神的開口祷告 耶穌王山 不是為了人生存 不是為了人生存 有最好的慣望在祷告 就是我們在天上的慈祝 就要求祷告 在明天的祷告 這次愛會不會夠下祷告 並且在祷告當中 一會叫 有些地方 就要向天上祷告 多當海 最怕的多彩難道 在祷告上 就與難牽引美好的關係 每天是我們向祷告 只要我們想奮著 美好的過去 讓我們祷告 是我們向天臨 從來的望著 就要謝謝 來幫助我們 讓我們在祷告當中 美好的關係 更加進入耶穌王山 再愛美你 謝謝祈禱 耶穌我們再愛美你 主啊 祢是我們天上的父 我們是祢所愛的孩子 主啊 求主幫助我們的禱告 不是為了交作業 而是真正渴望 在禱告中 遇見祢 與祢相親 主啊 我們禱告 讓每一次禱告的時刻 都是真實的 向祢請心圖意 讓我們在祢面前 坦然無懼 讓我們在祢面前 能夠享受 並且跟你建立 真實又美好的關係 謝謝耶穌 是的 耶穌 祢說祢是葡萄樹 我們是枝子 祢說我們若藏在祢的裡面 祢也藏在我們的裡面 主我們的生命 就必多结果子 耶穌我們可慕 每一天早晨 來到祢面前 祷告的生活 耶穌我們渴望建立 與祢親密的關係 主幫助我們在祷告當中 尋求祢的心意 明白祢的心意 幫助我們在祷告的當中 調轉我們的腳步 讓我們順服祢的引導 讓我們每一天 建立與祢美好的關係 讓我們在祷告的當中 經歷祢應許的大能 與祢建立美好的關係 謝謝主耶穌 我們這樣子祷告 奉靠耶穌基督的聖明 阿们 第二個祷告讓我們為自己祷告 我們在祷告中調整自己 對準神的旨意 願意放下自己 順服神的旨意 我們同聲地開口來祷告 祢寧願願以祷告 為自己祷告 祢寧願以祷告 祢然教我們在祷告中 祢達人教我們在祷告中 主啊 祝你帮助我们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在祷告中能够对准你的心意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在祷告中能够对准你的心意 说我们的祷告不是只是交差 也不是交代事情 主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愿意放下 在祷告中的那个失心 甚至那些的妄穷 使我们在祷告中 能够调整自己 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甚至完全顺服你的旨意 因为我们若造你的旨意求 你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你所存 坦然无惧的心 使我们的祷告 可以更能贴近你的心 使我们能够在乎你所在乎的 上帝啊 因为我们的祷告 使你被高举 使你得荣耀 谢谢耶稣 是的 主啊 我们来为我们在你面前 调整自己来祷告 主啊 求你给我们可听的耳 更多能听见你的声音 带领我们更认识你 祷告中求你指教我们 在灵修中也能更明锐的你的指示 给我们智慧和信心 虽然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 但是我们知道 你就是哪开路的神 你就是哪做心事的神 让我们有勇气跟能力 能够完全顺服于你 踏出我们的舒适圈 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全 照着你的意思 不照我们的意思 孩子也要相信 你要大大扩张我们的境界 也因你的同在 我们不遭患难 不受艰苦 祷告奉靠耶稣得神的名求 Amen 第三个祷告 为我们的教会祷告 让神的名 神的国 神的旨意 能够在我们的教会中 掌权运行 同声地开口祷告 我们是我们祷告 为教会祷告 转学教会 在教会 被益 转全力的 中的教会 让神的旨意 来做新的 为教会 兴信 在教会 如同生产品 要想全 我们的众 就唱我们的求 只要让教会 我众议的教会 当中 我们也想要做的 让教会 我要我的作用 神的旨意 教会 众议的 神的旨意 耶稣我们赞美祢 主啊我们祷告 祢说教会是祢的身体 主啊求主要祝福我们的教会 让神的旨意要行在教会 如同行在天上 主啊让祢的旨意 能够掌权作王 在教会当中是畅行无阻的 主啊恳求主帮助教会 我们所做的决定 不是我们自己想要做的 乃是主祢要我们做的 主啊祝福我们 都能够成为那 顺服神旨意的教会 好叫神美好的旨意 要成就在众教会当中 谢谢耶稣 是的主 祢是教会的头 祢是万有之手 主天上地下一切 都是祢的国度也是祢的 主愿祢的名在教会被高举 愿祢的旨意行在教会的当中 如同行在天上 主帮助每一个教会 都要对准祢的旨意 主要让教会回应 祢对教会的呼召 成就祢对教会的心意 和命定在每一间教会的当中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主好让祢的名 能够在众教会中间 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都得到荣耀 奉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帮助我更多地宝告 帮助我更多地宝告 帮助我更深地高 淡淡相信祢 深深寄以为祢 一生要跟随祢